哈囉哈囉 我是慕尼 今天要教大家註冊一個比LINE還好用的通訊軟體 Discord 那這個軟體有網頁版 電腦版 手機版 全部都通用 非常好用啊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註冊的話 只要看完這部影片 你們就會得到一個Discord帳號囉 好 那我們就先到Play商店下載Discord吧 那如果是iOS的 就在iOS下載Discord 網頁版的都可以 沒關係 那我們就安裝 安裝完畢之後我們按開啟 進來之後我們點取註冊 然後這裡就要輸入電話或電子郵件 那我們選電子郵件 然後輸入你的電子郵件信箱 輸入好之後按下一步 然後打你的使用者名稱還有密碼 輸入完畢按下一步 然後這裡輸入你的出生日期 要記住這裡要選讓你有超過13歲 不然你沒辦法註冊 所以如果你年紀不到的話 記得要謊報一下 選好之後我們按建立新帳號 然後這裡再進行認證 點取相關的圖片 回答問題 再按教驗 然後這裡如果有出現問題的話 我們就點取電子郵件 然後到你的電子信箱去收信 然後你就會在你的電子信箱裡面 找到這封郵件 並且按驗證電子郵件 然後選我是人類 一樣再照圖片點相關的答案就可以了 再按教驗 然後我們再選繼續使用Discord 這時候你就已經有了自己的Discord帳號囉 恭喜你完成了 那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我 我是慕妮 我們 下次見 大家掰掰